這本是日本的填飾書 原本有個封面套是彩色的 不過玩的時候拆走它會比較方便 是森林凍植物的主題 成本入面我最喜歡這幅 因為有齊我最喜歡的動物和水果 封面的示範是用了毛顏色 不過我比較喜歡用水彩 都是用最方便的組合 用兩支筆可以方便混色 即使我是用自來水筆 通常我都會另外再拿杯清水 方便洗筆和吸氣顏料 用自來水筆純粹是因為它筆嘴的毛是膠質 畫筆拿過鮮黃色 在色盤推開顏色看看合不合用 這是草莓花心的顏色 另一支筆拿少許啡黑色試試色 油少許在花心做陰影 再在花蕊上點少許 另一支黃色筆出來將深啡色推開 用紙巾印走黃色筆上面大部份的顏料 剩下淡淡的顏色掃在近花心的花粉位置 拿少許黑色 由一層很淺色的 近花粉和花心之間的位置做陰影 拿一個淺綠色 加點水在色盤推開 油落葉上的時候 葉片留上白邊 葉中心的摺位要深色些 油多幾層色 拿一個很淺的黑色 油在葉給花遮住的陰影位置 扣一個深一點的綠色 油在葉墨線的位置 做一個粒位的陰影效果 士多啤梨的葉和花都上色的效果 一支筆拿紅色 另一支筆拿鮮黃色 士多啤梨下半部份熟了的位置由紅色 摺駁頂部位置可以隨意一點 黃色是頂部未熟的地方 由頂部畫到下面和紅色做個重疊 拿一支紅筆出來 將兩隻顏色的邊界混合 最底部的位置再加多點紅色 中間反光的位置可以由得它留白 割定由淺綠色 細小粒未成熟的就只有黃色 不同植物的葉我會盡量選擇不同的綠色 這款葉的顏色是外面深色中間淺色 所以由邊邊的位置開始油顏色 再一層層地加深外邊的顏色 蒲公英花的底色是鮮黃色 簡單油滿整個花球 拿一個隔離深一點的黃 由花的中心位置開始放射性的油 輕輕地在邊位畫一些放射性的線條 上下兩層要分開的油 不要遮曬底色 加少許淺啡色的黃色顏料 就會變成一種薑黃色 這是花的最後一層色 今次要最仔細地一筆筆畫出放射性的短紋 模仿每一塊花瓣的陰影 不肯定這個形狀是開花前還是開花後的狀態 上網看過相片整個生長過程前後其實都很像 所以當它是開花後的顏色 這幅花仔我做了一幅畫帽的藍色 兔仔的毛我想是啡白色 先用耳朵這個細範圍容易掌握些去試色 大範圍的地方很害怕猶錯 要淺淺地一層一層地加色 圖上你看到它本身會畫一些黑色點點的地方 應該是預設陰影或深色的地方 畫的時候都可以跟著位置加深色 兩邊面的毛色會淺些 耳朵位游上大範圍的粉肉色 用深一點的粉肉色或耳朵內的眉絲血管 筆上面剩下的顏色塗在嘴上 啡色筆繼續畫一些仔細的陰影位置 這隻兔仔的眼珠是黑色的 有淺灰色眼睫毛 背景顏色我還未想到 所以暫時留下空白先 角落寫日期 最近留在家的日子多了 一口氣畫了幾頁 這頁梅花樹很搭配藍色的背景 這幅很有熱帶森林的感覺 老虎BB和小鳥的互動 偷吃桑子的腕紅 覺得這幅顏色對比最美 先畫這麼多 有心情的時候再畫多幾幅吧 請大家佔回答